嗨,大家好,我是丽双,今天我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好奇的盘盘 小猪盘盘在房间里发现了两个奇怪的小洞洞 盘盘很好奇 心想,这是什么呢? 是不是蚂蚁的家呀? 盘盘刚想把手伸进那两个小洞里 小老鼠皮皮急忙阻止了它 皮皮说,里面住这坏脾气的大力士 把手指伸进去,它就会咬你 盘盘忙把手说了回来 妈妈回来后说 这叫电,不能用手碰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我哟 谢谢你们 拜拜